大家好 今天是7月23日 星期五 7月份剩下9月5日 今天有半天 下星期只有5天 即是下星期三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高峰日 下星期四是期止結算日 下星期五是場外衍生公月結算日 下星期二、星期一和今天剩下半個下午的事 其實很大程度上就去看看 好倉大戶會不會作一些反擊的部署 不過按照現在的情況來看 就算有少少反擊 都是有波幅沒有勝負 有反彈沒有大勝 為甚麼?成交金額不足夠 好像昨天的市場 凌乱凌乱凌 走回到十天線路上升 差不多500點 但成交金額縮到1300多億 沒有動力的升勢 始終一定會受虧限 這個差不多是每一次都見得到的 我們看看它的指數 今早先是高開17點到27,740 之後買盤一路一路都卻步 沽壓又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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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25分左溫水平 指數已經一度低見27,418點 簡單說 這一刻跌了305點 同時也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我想說說 現在指數走在150、20和10天線下 為甚麼會一直拿移動線和大家聚述呢? 因為指數你要擺著進一步不斷向下沉底的形態 你一定要回到10、20和50天線上 這是此其一 第二,以移動線現在的排列 100、50、20、10天線 是倒序的形式 簡單說 這是一個標準而且典型的反覆沉底的格局 怎可能不做風險管理 不要說等到假設跌了很多時間 我才會害怕 一不對板 我們就現在要做風險管理 盡量將自己擺在一個比較安全的水平 有些人就說 由28,29,29到27才做風險管理 其實好像遲了些 問題就是 後面還有多少跌幅 你和我都不知道 我們永遠不能將自己的投資 放在一個比較危險的位置 當然不知 你拿著貨很少 例如100萬的資金 你是十幾二十萬的股份 而且還在正路的股份 問題不大 跌下來 買還是不買 加不加住 但100萬的資金 如果你買了七十萬八十萬的股份 剩下的現金不多 這個風險管理 我想要做比較好些 當然不知 你還是有一個能力 再度在下面低價買 但如果帶子 仍然處於一個沉底形態 或者簡單說 仍然是反覆帶遠 而當你全部的資金投放下去的時間 你個人的信心就會不足夠 而且是沒有安全感的 很容易做錯事 何解呢? 每一天 牛腿拉鋸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突然間一天 急跌 便會害怕 不斷跌下來 閉加火了 快點離開 摸著最低的股份 那就無謂了 所以為何要做風險管理 意思是 股貨或者稍微套現減減次 將自己放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就算市場 在未來一段時期 有進一步的下限 跌深一點 我自己覺得都是安全的 在那一刻 我反而還有資金 在下方再作伸入部署 這些便是絕對風險管理 瑞通有三隻 牽身工具給大家參考 恆子有隻牛仔 6504 行使價26,760點 相關條款是怎樣呢? 卡入瑞通網站 看得很清楚 近期三三變三 走勢比較漂亮 可能內地的洪風雨災很厲害 道路、成建都破壞了 最後當然要重建 重建要甚麼? 當然要水泥 這個不用說了 20762 這隻認購症 行使價11.88 相關條款是怎樣? 卡入瑞通網站 看得很清楚 微問有個反彈 三十幾元跌入十元樓 這個殺傷力真的大得很厲害 也引證一件事 高台買了不做風險管理 殺傷力大到你估計不到 不過無論如何 近日有少許反彈 瑞通有一隻微紋的牛仔 5801 行使價是百元 給大家參考 先說 衍生工具是給大家參考 如果真的要做 看個相關條款才可以參考 最好暫時觀望 因為大使始終還是反覆意識 略大拔命 好啦 中文的關係就看到了